他是让整个欧洲都闻风丧胆的男人 没上过一天军校 却带领了军队踏平了欧洲全境 并且一手策划策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 阿道夫·希特勒 但你肯定不知道 这个在短短几年就改变了世界格局的男人 年轻时却要立志成为一名古典艺术画家 然而由于母亲的突然离世 再加上一考接二连三的落榜 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 导致穷困潦倒的希特勒只能被迫露宿街头 这次一颗仇恨的种子在希特勒心中生根发芽 很快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希特勒积极想要号召报名录 在战场上还靠着小巧的身形躲避炮火 时时一人骑着自行车传递重要军令 很快表现出色的希特勒就成为了 唯一一个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新兵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扭转战局 最终德军宣布战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得知此消息 瞬间给站在后方休养的希特勒气嘚了 于是无法接受失败的希特勒 毅然决然地选择一个人回到了德国 但是气焰嚣张的外国军队 在街头随意枪杀百姓 希特勒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咱们别罗的付出惨痛的代价 1919年 他选择加入德国公认党 随后在高层的安排下 希特勒潜伏到敌对党派的老巢当铁落底 为了融入敌军的阵营不被发现 希特勒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 凭借着过人的口才和慷慨激昂的发言 希特勒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而德国公人党的势力也随之壮大 最终希特勒将公人党改名为纳粹党 并亲手设计了纳粹标志和党旗 为了快速壮大纳粹党吸纳百姓 每一次巡警游行活动 希特勒都亲自参与 面对核枪实弹的政府军士兵 希特勒张开双臂挽的同伴 内心坚定地迈出脚步 混乱中希特勒当场被捕 总统兴登堡白维就此 终于可以将其自于死地 谁知在接受审判时 希特勒却直接把法庭 变成了自己的演说场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就连参与审判的大法官 也被希特勒所打动 就这么事儿 本该以叛国罪处于死刑的希特勒 最终准备判了他妈九个月监禁 狱长更是为其准备了VIP中屁牢房 并给他安排了贴身警卫和秘书 而这九个月对于希特勒来说 并没有将其击垮 反倒是给了他更好的沉淀 希特勒甚至在监狱里 为德国的未来描绘了 一幅令人震惊的蓝图 随着九个月的刑期顺利结束 等希特勒离开监狱时 连狱警都被他的演讲所折服 成了忠实的追随者 然而出狱后 希特勒却选择直接退局幕后纵观大局 由于缺少了希特勒的领导 此时的纳粹党内部暗流涌动 内哄不断 甚至有人想要取代希特勒的位置 试图改变现状 然而想要轻而易举的取代 谈何容易 很快感受到危机的希特勒 被选好时机 在慕尼黑会议上宣布正式回归 面对众人的质疑 希特勒掷地有声地回应道 然而没过多久 德国国内就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一时间民众对犹太人的反抗情绪愈演愈烈 感受到时机成熟的希特勒 希特勒开始大肆地招兵买马 同时借机东奔西走 不断地宣传民族主义 甚至引导并挑起民众的激愤情绪 从而把所有的货端都架活到犹太人身上 之后再顺势假借镇压之名 派出武装力量 不断蝉食犹太人的地盘和财富 就这样 随着纳粹党累积的财富越来越多 希特勒的势力日益壮大 因此 在德国国会组织投票选举中 纳粹党以650万票的支持 一跃成为了德国第二大党 然而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却不满于此 很快 他便公开发表演讲 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演讲中 希特勒向民众承诺 要让每家每户都能吃上牛奶和面包 也正是凭借着聚焦经济和民生的激情演讲 短短几天内 希特勒就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慕名支持 但最终他还是以37%的支持率落选 虽然没能如愿选上总统 但希特勒的追选者却越来越多 很快 纳粹党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 但是面对自己始终都无法完全掌控的局面 希特勒内心顿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趾高气昂的闯进总统星登堡的办公室 威胁对方任命自己为国家总理 不然就他们直接出兵谋权篡位 小星子一听气得了 但迫于纳粹党的势力和在国会的地位 无奈 总统星登堡只能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就这样是 如愿以偿当上总理后的希特勒 激动的在众人面前挥手质疑 但如日中年的他却并不满足于此 为了尽快达到独裁专制的目标 希特勒决定天把火加把劲 于是他命运精心策划了震惊德国的国会纵火案 并将其架回总统领导的敌对政党社会党 很快 社会党便彻底失去了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 如愿将国会表决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后 希特勒趁热打铁召开了紧急会议 以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将重新修订宪法 听到此话 其他党派的头头知道大势已去 烦毒的了 只好老是听从安排屁都不敢放 就这么是 50多个党派被当场取缔 至此 希特勒成为了国会绝对的统治者 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坚不可摧 希特勒把所有的军事力量都统一纳入灰下的国防军 与此同时 希特勒还精心策划了长刀行动 将所有反对他的政敌和政客通通万杀 从而进一步的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 没过多久 德国总统新的毛病是 希特勒趁热打铁 将总统和总理职务合二为一 摇身一变 成为了德国政策的独裁者 在拥有了绝对话语权后 希特勒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开始重振德国的经济 他先是出台一系列政策 剥夺犹太人在德国的政治权利 同时修建众多的公共工程 以此来增加民众的收入和财富 很快德国就重回了欧洲经济第一宝座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狼子野心的希特勒 开始不断壮大德国的军事力量 并且打着重振经济的幌子 开启了向外扩张侵略的计划 最终德国纳粹在希特勒的带领下 打响了二战的第一枪 至此踏上了征服整个欧洲的道路